最近加密市场真的非常火,尤其是迷因币这个板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近期爆红的POPCAT,MU,还有Mog呢? 大家好,我叫小萱。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个刚刚上线的猫主题的迷因币项目,Catslab。 那么这个项目其实是前天上线的,但已经吸引了不少关注。 那么,在视频开始之前,小萱我必须要提醒大家, 本期影片的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新币是属于高报酬、高风险的项目。 这种类型的项目波动性极大,不确定因素也很多, 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巨大的价格变化。 所以,千万不要将大量资金投入其中, 特别是不要用生活费用或借来的钱来投资。 那么,Catslab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迷因币, 它的代币符号是slab,是一款以猫为主题的迷因币。 那么这个名字的灵感其实很有趣。 Catslab翻译过来是猫拍, 来源于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猫咪表情包和短视频。 这个项目方,他们这样的设计很明显是为了吸引喜欢猫咪的年轻一代用户, 直接戳中了猫文化的热点。 然后它的目标是占据猫咪文化在加密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然后迷因币的市场规模有多大呢? 根据数据,目前迷因币的总市值已经达到了1170亿美元, 而每天的交易量更是高达300亿美元。 而猫主题代币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 而且,根据市场的一些传闻呢, Catslab背后的团队之前参与过一些非常成功的迷因币项目, 比如大家熟悉的狗狗币或者PiPi。 这次他们推出Catslab,就是为了抓住2024年迷因币的市场机会, 带动猫主题代币的新一波崛起。 除此之外,Catslab还和一个新兴的加密钱包Best Wallet达成了合作。 Best Wallet目前拥有超过6万活跃用户,而且社区热度非常高。 小轩我个人觉得,这样可以为Catslab的早期推广,注入强劲动力。 毕竟,Best Wallet的用户可以直接通过钱包来交易和参与。 那么这枚代币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采用了公平发售模式。 初始市值仅100万美元。 那么,公平发售模式到底是什么呢? 小轩来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它的核心理念是人人平等。 就是说,项目没有把代币低价卖给私募投资者, 也没有为机构留特殊额度,避免内部人先赚钱的问题。 所有的代币都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 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提前固定好的。 更重要的是,Catslab的代币直接上线了去中心化交易所Uniswap。 这就减少了中心化交易所可能带来的价格操控风险。 那么刚才有提到,Catslab的初始市值只有100万美元。 这意味着我们的门槛很低。 任何人都能以相对公平的价格买到代币。 那么从代币上线后,短短一天价格暴涨14倍的表现来看。 市场对这个项目在早期阶段表现非常吸引眼球。 当然,小轩我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不要被短期的涨幅冲昏头脑。 这种快速上涨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不少风险。 大家都知道,民营币的价格往往是靠话题性和社区的推动来维持的。 如果项目热度下降,价格可能会出现急速回调。 此外,很多投机者会选择在项目火爆的时候买入, 然后短期内大量抛售获利。 这也可能导致价格波动加剧。 所以,虽然Catslab看起来很有吸引力, 但小轩我建议大家投资要量力而行, 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要盲目跟风。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Catslab的代币分配。 那么,Catslab的总供应量是90亿枚, 其中10%会用来做社区空投。 那么,空投活动预计会成为2024或2025年最大规模的猫主题代币空投之一。 除此之外,团队的代币份额是锁仓10年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避免了很多迷因币早期割韭菜的问题。 另外,Catslab还有一个Player Earn的生态计划, 用户可以边玩边赚代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如何购买Catslab代币。 目前,Catslab的代币价格大约是0.0025美元。 那么,官网上有一个倒计时。 当倒计时结束后,据说会有一个重大消息公布。 所以,在倒计时结束之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场时间。 至于购买方式,目前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是通过Catslab官网直接购买代币。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官网购买的代币需要进行质押。 而且这部分质押是基于以太房链的, 所以需要连接以太方钱包来操作。 然后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去中心化交易所Uniswap购买。 如果你不想参与质押,这可能是更直接的方法。 那么,代币的合约地址可以在Catslab的官网上找到。 大家只需要复制这个地址, 然后在Uniswap上进行链上交易就可以了。 那么,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 都要确保使用Catslab官方提供的合约地址, 避免进入假冒合约的陷阱哦。 那么,Slab当前主要通过去中心化交易所交易。 如果未来能上线更多主流交易所, 流动性会进一步增强, 为价格带来更多支撑。 那么视频的最后, 小轩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新币投资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 尤其是迷因币这种类型, 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都更高。 所以,任何投资都要量力而行, 千万不要把大量资金投入其中, 特别是生活费或者急需用的钱哦。 OK,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拜拜。